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經過多天的點票以後 有兩個搖擺州 終於點到拜登的選票反超前 分別是擁有16張選舉人票的喬治亞州 以及擁有20張選舉人票的賓夕法尼亞州 但是 今屆大選的結果 仍然都未曾埃落 為什麼 因為在密歇根州就發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點票漏洞 而這個漏洞 是足以扭轉大選的結果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究竟在密歇根州的樹發生了什麼事 根據霍氏新聞的報導所說 就說在當地的一個縣 有一名選舉人員就察覺得到 點票的軟件是出現了嚴重的故障 這個故障 使得 至少有6000票 原本是投給特朗普和共和黨的 現在就點算了 變成是投給拜登和民主黨 那麼大家可想而知 這個點票漏洞是極為嚴重的 只是說這個縣 那個勝負距離 就已經是一來一回 占12000票了 首先就要從拜登那裏 減6000票出來 然後就要在特朗普加6000票上去 是不是一來一回已經12000票 目前拜登和特朗普 在這個密歇根州的勝負距離 是差多少 拜登就是領先特朗普14萬6000票 好了 你說現在只有6000票 就算一來一回都是12000票 問題就是 密歇根州有47個縣 都是用這一套的點票軟件 一個縣就點錯6000票 究竟其他46個縣又點錯了多少票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特朗普的陣營 他們強烈要求 在所有具有爭議的 州的樹重新點票 這個是合情合理和必須的 儘管重新用人手點票 可能會花費頗長的時間 但是選舉就是要反映真正的民意 沒有理由就任由這套有問題的 電腦軟件 這套點票系統 凌駕了真正的民意 無獨有偶 除了在密歇根州 有47個縣是用這套 有問題點錯票的軟件以外 原來在多個具有嚴重選舉 爭議的州 都有用到這套軟件 包括 就是內華達州 威斯康星州 喬治亞州 賓夕法尼亞州 和阿里桑拿州 剛好這個喬治亞州和賓夕法尼亞州 拜登就說他剛剛來到 將兩個州 翻藍 就說他已經是反昭前 但是正正就是用這一套軟件 所以你說在這些州份 是不是有必要 重新用人手點算一次 確保得到選票不會計錯 而且在點票的時候 還必須要有兩黨的監票人員 在場監督整個程序 就不要把其中一個黨的監票員 趕他走 否則其實這一次的問題也不會發現得到 所以監票的程序 也是很重要 說說阿里桑拿州 其實他只有一個縣 用這一套 點票軟件 但是正正就是這個縣 唯一在今屆 就是由 紅鑽藍 究竟有沒有點錯票 是不是值得令人懷疑 這個懷疑不是 生安白做 不是憑空想像 而是具有合理的理由 對不對 所以有些人就不需要 撲出來 撲起來就叫別人 fact check 叫別人核實 為什麼 因為最好的fact check 就是凡有採用這一套 有問題點錯票的電腦軟件系統的縣 他們都將所有的選票 用人手重新點算一次 這樣我可以fact check得到 究竟這一套的軟件有沒有出錯 是不是 你要fact check很簡單 重新點票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就不用開口埋口都質疑特朗普陣營 他們提出的指控是無根無據 諸如此類 喂正是說密歇根州這一個縣 如果不是那位 選舉人員他是夠機靈 他是警覺性是較高 察覺得到這些選票是有問題的時候 根本上就已經蒙混過關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最好的辦法 全部人手點算一次 這樣就包補萬無一失 是不是 這個對於各方來說都是公平的 沒說偏幫哪一邊 可能有些計錯了給特朗普 是不是 啊 不知這套軟件究竟是偏幫哪一邊 最好就重新計算過 沒得爭 是不是 還有啊 那些傢伙就不用經常走出來 就叫特朗普 說他輸打贏要 這些不是輸打贏要 如果特朗普在某個州 他落後五六十萬票 他都去搞這搞老呢 我相信那些民眾 都不會支持他在那個州 做這些行為 問題就是 你現在那個差距 只有十多萬票 但是呢 有機會你點錯票 一個票站都六千票 那是不是值得來重新點算 而且 現在剛剛拜登反先的兩個州份 喬治亞州 拜登只是領先 4155票 賓夕法尼亞州 拜登只是領先 1503票 說一兩個票站 兩三個票站 點錯了就已經足夠來 翻盤了 而且在這幾個巨有選舉 爭議的州份當中 他們的點票程序 事實上就是 不尋常地漫長 是不是 其他那些州份 點最多一兩天就已經是點了 是不是 但是這幾個州份 人無厘頭 明明已經點到99% 突然之間 反過來點到98% 而且那些選票 好像源源不絕 不知道在等誰 是不是很奇怪 而且在這幾個州裏 都不約而同地 在這個點票初期的時候 工作進展都相當順利 但是 當點到差不多九成的時候 就開始越點越慢 而最後的結果 就是拜登剛剛 反超前 這個未免實在 太過巧合了 而且這幾個州 同樣地是有用到 這一套 有問題的點票系統 雖然有些州 就不是全個州都用 但是 裏頭都有大部分的縣 有採用到 這裏實在是有太多的疑點 另外 還有什麼選舉亂象出現 美國的法院 在星期四的時候 就下令郵政署 要在多個州的郵局 每天都清點郵件兩次 以免有些郵寄選票 是遺漏了 仍然是未曾投機 而在班令的當日 賓夕法尼亞州郵政署 隨即就發現得到 有1,700張的選票 遺漏了在各地的郵局 沒有交到去點票 找到的就是1,700多票 找不到那些 是不是有些被人蓄意 丟掉了 銷毀了 那些可能是不計其數 可能是 另外 郵政署有一名員工 在紐約州的美加邊境處被捕 為什麼呢 原來邊防人員就發現 他所持有的車輛 竟然是裝著有800份未被送遞的郵件 當中更加有些是選票 究竟郵政署的員工是搞什麼呢 而且種種的問題也是引證得到 郵寄投票的漏洞 事實上是存在的 當然有些人就會質疑 郵寄投票又不是 今屆才開始的 由來已久 問題就是 以往的郵寄投票 真的你在選舉當日 不得閒去或者各種原因 你才會去領取 往往這部分的選票 所佔的比重 就不是那麼大 但是今屆的選舉 一來 雙方的選情就是咬得很緊 勝負距離就非常紮幅地上落 說的是幾千票 萬多票 而且當你有整個過億的選票 是經過郵寄來投遞的時候 對於郵政系統都是一個考驗 以往是沒試過這樣來投發 今屆是過億張選票 而且當那個基數是 去到過億張的時候 做手腳 也可能會容易一些 當然我們作為普通市民 根本沒有意圖 去做選舉舞弊行為的時候 就不會想像得到 究竟騙徒的手法 是有多層出不窮 在今屆的大選當中 已經陸續浮現出來 是不是 所以不用拿來也叫人 確診 現在陸續有些事實 就是 浮現上來 不要說人家生安白做 又或者人家沒有證 可能人家也有證據 只不過是未提出來 現在 麥揭根州這個 已經是證據 是不是 另外 還有一批的選票 也足以成為 扭轉這個選舉結果的關鍵 就是美軍的選票 因為美國的軍人 他們的投票意向就是傾向 支持特朗普多一些 因為特朗普第一就是尊重軍人 第二就是展現得到他那個外國的情懷 第三 他就不希望 那些軍人是白白地犧牲的 所以當然就是得到廣泛軍人的尊重 就不是百分百 只不過的比例就是很高 而且根據2016年那屆大選的數據顯示 每一個州大概都有幾千張軍人的郵寄投票 有一些州份 剛才我們提過 喬治亞州 賓夕法尼亞州 那個勝負距離是幾千票 萬多票 你說是不是絕對足以扭轉大局 就算是內華達州也好 拜登都是暫時領先 只有兩萬兩千張選票 而且當地只是點算了八成七的選票 好啦 如果加上這些軍人的選票 再加上來重新 用人手來點票的話 隨時真的會扭轉 結果 都不奇怪 因為內華達州 整個州都有用到點錯票 電腦軟件系統 所以 你說是不是在這幾個州份 可以說 禁死就是拜登一定贏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在未曾真正點選清楚 每一張合法的選票之前 都不應該落這個定論 好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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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